美食公布了8月份的业绩 合并营收成功突破13亿元 创下今年单月新高 预计将会持续要加强两岸布局 也瞄准美国市场 计划在年底之前还会新增4到5家门市 加速拓展企业版图 父亲节 情人节等餐饮档期 加上暑假忘记加持 大陆消费力道复苏 推升餐饮集团表现强烟 以85度C站稳两岸市场的F美食 8月合并营收达到13.2亿元 年增15% 改谢今年单月营收新高 关键的市场应该是在美国 因为唯有你在美国能够在那个地方 能够站到一个地位 85度C的这个品牌 才是真正的国际化的一个品牌 站完两岸还不够 F美食积极抢进美国市场 7月才刚在南加州的奇诺刚开出新店 预计年底前再新增4到5家门市 并加速筹建中央厨房 可望在10月开始运作 F美食业绩旺 而瞄准又酸又辣的泰国菜 以及香菜的瓦城 业绩表现也不逊色 今年的这个我们总电数将超过70家电 在明年就是2014年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突破全球100家电 8月营收达到2.27亿元 月增9.87% 年增27.6个百分点 再创单月历史新高 瓦城表示将加速在台拓点 推出旗下第4个 以满足大众消费族群为诉求的全新品牌 可望借此扩大外食市场市场 Fresh 卢关宇台北